我叫林涅 是个演员 莫名的让我来到死亡游戏之中 我觉醒了唯一之夜 欺诈师 所说的谎言只要被人相信就会成真 那么我要开始我的表演了 游戏开始 看他们的样子也都是对这个游戏没什么头绪的人 各位 我想问一下 你们是不是和我一样 也是死了之后到了这个地方 说什么游戏之类的 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这个状况和我平时看的一些动画和小说很类似 大概就是一群人因为意外死了 但是被某个神选中去玩一些残酷的游戏 利用自己的能力攻克游戏活下去 虽然残酷 但这也是我们的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特末大 什么狗屁的神明 老子死的就够不明不白了 妈的 死后还来这种神经病一样的地方受气 我倒是觉得这也不是坏事 正如刚才戴眼镜的小弟弟说的那样 至少我们现在还有个游戏可以玩 而不是已经真正的死去了 这胖端说什么你就谢什么 万一那个什么破神就是耍我们怎么办 好了 大家不要吵架 不管那个神想怎么样 既然我们出现在这一个游戏里 说明我们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一根绳上的蚂蚱 这可并不一定 大家冷静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现在墙上出现的字 很可能是关于这个游戏的提示 你说你看过类似的动画 小说有什么头绪吗 驱逐藏在我们之中的两个外来者 感觉像是什么找卧底之类的游戏 但是这游戏说明也太简陋了吧 这些字都说得不清不楚的 桌子上的这些信封里 我想应该有这个游戏的线索提示 我觉得我们应该一起看看写了什么 确实差点把这信封忘了 总结信上的消息就是 古堡里有很多箱子 红色的箱子放着狼人的武器 只有狼人能打开 每天需要做日程表上的事情 否则会死 每天晚上七点钟召开会议 可投票驱逐一人 如果有人死了 可立即召开会议 晚上必须在会议厅待着 狼人无法行凶 只要有人类活到七天之后 哪怕狼人没有被找出来 人类也可以离开这里 而我的身份是 人类 这封信你们怎么看 我差不多搞明白了 这是一个类似于狼人杀的游戏 我们被分为了人类和狼人两个阵营 五个人类 两个狼人 人类需要一边做任务 一边找出所谓的外来者 而狼人则是需要隐藏好自己 同时找到狼人箱子 拿到武器 用武器来击杀人类 让人类在七天内死光 马达 游戏规则弄得弯弯绕绕的 还写个破信让人翻译 这种游戏放外头肯定没人玩 所以那个破神明 才帮我们这些死人来啊 不然确实这种倒霉游戏 没人会玩的 这家伙 有些可疑 这个时候还能开玩笑 不过 对方还可能单纯的是个傻 但这倒霉游戏 我们现在是不得不玩了 还是商量下 怎么玩这个游戏的策略吧 刚才提到箱子 我记着信里说 红色的箱子是狼人才能打开的 也就是说 只要看谁打开红色的箱子 不就知道谁是狼人了吗 那狼人也知道这点 肯定不会蠢到 当着众人面开箱子 那我们也可以偷偷看啊 臭娘们在那嘀嘀咕咕的 说的什么玩意 好了 现在没必要讨论那么多 狼人杀这种类型游戏 不可能第一次讨论 就把隐藏身份的人揪出来 只有随着游戏进行下去 我们根据每个人的行为 才能慢慢辨认出狼人的身份 但是那样 很可能会死人吧 所以 这个游戏才会叫死亡游戏 除了性命 我们也一无所有了 甚至 就连这性命 都已经是预解来的了 很好 现在的氛围 应该足够让他们有人意识到 他们除了性命之外 还有一个依障了吧 等一下 其实情况未必有那么糟糕 我们除了性命 其实还有职业 在来这里之前 我获得了一个职业 所以 你们应该都获得了自己的职业 这些肯定对游戏有帮助 我们可以先轮流介绍一下 自己的职业和能力 然后根据大家的能力 或许可以制定出 的游戏策略 很好 事情的发展完全符合预期 接下来就是伪装成其他职业 我先来 我叫鱼龙国 职业是士兵 能力 身体素质翻五倍 想不到还有这种职业 真实用 只不过有必要介绍名字吗 有必要 因为这是个狼人 是必会撒谎的游戏 所以在自我介绍里 说出一些基本的信息 也有助于我判断 你们有没有说谎 好吧 介绍下这些也没什么 我叫包六 职业是地痞 能力是可以无视一次规则 虽然我的职业没有士兵那么简单粗暴 但也别随便惹我 我可以无视规则 我叫许秀美 职业是教师 我的能力 可以获得本场游戏内相关的一些信息 果然是这样的 你获得了什么信息 是这场游戏额外的信息吗 给我们说说 别急 他没有必要告诉我们他得到的信息 毕竟现在场上 谁也不知道狼人是谁 如果贸然暴露这种重要的信息 很可能对我们人类不利 万一 他自己就是狼呢 你这么急着想从许秀美那里得到信息 我倒怀疑你才是那个狼了 你特么别血口喷燃 污蔑老子是吧 别吵了 现在争论这些没有意义 还是等所有人都介绍完自己后再商议 到你了 我叫陈卓 职业是宅男 能力 保密 保密 我们都说了 到你了就保密 你搞特殊是不是 没 没错 我的能力非常特殊 以至于我无法在这里用语言跟你们形容 等你们见识到之后就能明白了 这小胖子看起来傻乎乎的 我叫姚正业 职业是窃贼 能力 我不想说 痛的又不想说 你也很神秘 看看你起的好头 我叫夏月 职业是兽医 能力是治疗小动物 切 治疗小动物有个屁用 这里会有动物 谁知道呢 说不定这里的主人就喜欢在这里面养宠物 就算这里有动物 这娘们治疗了又能怎么样 难不成你指望动物帮你找外来者啊 哼 就剩你了年轻人 你的职业是什么 在我介绍自己的职业之前 我想大家或多或少都发现了一点 你们抽到的职业和你们现实里的身份 职业或多或少也有些关系吧 这位于大哥气质很像是军人 陈中你也看起来完全就是个宅男 夏月 你身上甚至都还穿着剑牌大褂 徐秀梅女士 你现实里应该也是老师之类的职业吧 没错 我是一名中学老师 这就对了 看来我的推理完全没错 表演的本质 其实就是欺骗 你要骗过自己 骗过观众 让所有人信以为真 你就是你所扮演的角色 我叫林业 职业是侦探 而我的能力是 查验在做诸位的身份 不可能 怎么会有这么赖皮的能力 我看你就是在胡言乱语挑拨离间 你说你的能力是查验身份 你的能力完全跟这个游戏相匹配 我认为你在说谎 我们的职业 不是在这场游戏开始之前就获得的吗 按理说 职业能力不应该跟这场游戏的内容直接相关 这帮人果然没那么好骗 我的能力其实是 知晓对方一个隐藏的秘密 那放到这场游戏中不就是可以查验身份了吗 但是为什么你一开始不如实告知呢 因为我觉得能窥探别人秘密这个说法 说出来会让大家比较有抵触情绪 不是吗 原来如此 难怪你一开始那么说 知晓别人一个秘密 这倒是很符合侦探这个职业 在这种身份游戏里 侦探这个职业好像很强力啊 那肯定的 这种预言家职业在狼人杀游戏里就是要带队的强神 围着他打就能轻松拿下 成啊 这警报是什么意思 是狼人要开始杀人了吗 不要慌张 这不是狼人杀人的讯号 还记得信上说的内容吗 这里有一张日程表 上面写着每天需要做的事情 如果不做的话 就会出现杀死我们的机关 这不是还是会死吗 日程表在哪 在那边墙上 这么多任务 搞什么呢 我他们在外面都没上过班 搁着破游戏上班来了 任务有时间限制 如果分成两组 一组三人一组四人 规划一下路线 应该勉强可以完成 我觉得我们应该立刻分头去做任务 我就负责那个修理发电机 你不能就这么离开 小子 你什么意思 你没看这些时间再不断减少吗 难不成你想害死我们所有人 别以为你是那个什么破真探就了不起 你是想单独行动吗 难道你不怕单独行动的情况下 被狼人杀掉吗 虽然这些任务很紧急 但如果七个人全部单独行动 这样完全是在给狼人下手的机会 即使要分开行动 也必须分组 没错 狼人杀游戏最忌讳的就是单走了 我也赞成分组 我们有七个人 那就两两分组好了 我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 两两行动 如果一名人类和一名狼人分到了一起 那么那个人类岂不是会很危险 不过你们别忘了 如果真的有人出了什么意外 那么跟他组队的人将会是最大的嫌疑人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组队的人都是安全的 好了 时间紧迫 我们就按两两分组的方案进行分组吧 但是我们只有七个人 两两分组 岂不是说最后一组 我自己单独行动 我对自己的能力很有信心 即使是手持武器的狼人 我也有对抗他的能力 我认同 于大哥的能力扛得起单走身份的责任 这又不是一场真正的游戏 比起因游戏和阵营获得胜利 每个人第一想法难道不干事 活下去吗 但是为什么没有人去反对呢 侦探 我想跟你一组行动 可以吗 是工程师 我们要维修的机器就在里面 这就找到了 那时间还很充裕呢 这怎么修啊 难道没有个说明书什么的 这个人物的预估时间 完成时间是十分钟 也就是说 它并没有什么大的故障 看外观 似乎也只是出了点小毛病 而且这毕竟是个狼人杀猎的游戏 这些任务大概率只是打散我们的手段 应该不会太难 三个指示灯 如果这个指示灯变红 那就说明发动机的润滑不足了 需要补充润滑油 它存放在一层的杂物室中 需要去一层的杂物室润滑油是吗 我去拿吧 那个杂物室来的路上 我看到在哪儿了 但是 我们分两人一组 就是为了避免单独行动 但是 任务时间很紧迫 你就留在这里继续研究下这台机器吧 万一到时候拿到了润滑油 但是因为找不到哪里 要加润滑油导致任务失败怎么办 不用担心我的安危 这本来就是个很危险的游戏 而且我说过了 反正这条命已经是捡来的了 也好 根据任务分配 现在一楼只有宅男和教师那一组 你快去快回可能就不会有事 时间尽量控制在五分三十秒内 如果超过这个时间 你就会比较危险了 肯定会快去快回了 还有倒计时的吗 乱说个五分半 要是能让他以为我是什么名侦探 而获得超强的观察力 这些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去其他房间看看 厨房 静止看一下 不知道有没有箱子 这厨房是多久没清理过了 为什么厨房是这个样子的 这些残肢血肉没人管 这房子的主人也太重口了吧 是箱子 棕色的箱子 是食物啊 看来留下箱子的人也知道 厨房都那么埋态了 这里也够强能有食物了 吃饱了 先不要在夏月面前 暴露自己打开了人类箱子的事实 狼人的伪装 往往连自己的童族也会骗过 假设夏月是狼人 那么他在没确定 自己是不是狼队友之前 肯定也不会动手的 不过夏月怎么还没回来 莫非是遇到什么意外了 我回来了 抱歉 这弱滑游放的位置有点高 我拿到他费了一番功夫 还好 没耽误太久 可以了 走 去完成下一个任务 灵夜 说起来 你现在发动过侦探的能力了吗 我还没发动 哎 为什么不用 你打算怎么用啊 说实话 侦探这种能决定游戏走向的信息 可能对于你们来说 我第一天查验到了好人也无所谓 无论如何都是帮你们减少了一个怀疑对象 但对于我来说 如果第一天不能找到狼人 把他票出去 第二天若是场上存在两个狼人 并且经过了一天的时间 他们相认的话 我的处境会异常危险 甚至你的处境都会异常危险 好吧 那你打算怎么使用 第一天的查验 我打算留到最后的会议环节 到时候我会根据他们的发言 进行缜密的推理 然后找个最可疑的家伙来锁定他的身份 真厉害啊侦探 感觉有你在的话 这个游戏会轻松不少呢 特末大 这任务也推坑爹了 害得我手都被磕了一下 确实阿六哥 这任务侦探娘恶俱味 下个任务在哪来着 算了不管了 先去找找其他人吧 怎么了 小心点 他俩可能是两个狼人 那个 侦探 你为什么说他们两个是狼人 我们做一个任务的时间 他们不太可能做完两个任务 但如果不是做完了三楼的两个任务 他们去一楼要干什么 好像说是要找人 人类有必要找人吗 也就说 这两人很可能是狼人 至少在我这里 他们行迹是可疑的 走吧 先去完成任务 祈祷师的任务 是把祭品放回原处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走吧 多谢你啊 侦探哥 不客气 举手之劳罢了 反正做不完 我们都危险 下个任务 你多出点力就是了 说的也是哦 正所谓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走吧 小心 徐老师 这两个人好像在对我们 谁在这对你了 我们也要上楼梯的好吧 倒是你们 如果我没记错 分给你们的任务 没有楼上了吧 想上我干什么 我们可没有义务告知你 我们要干什么 不只是小偷和窃贼 宅男和教师的组合 也很奇怪呀 这两个人又有什么可以的 也是因为在去往 他们任务之外的地方吗 对 而且最奇怪的是 他们是一起在去 任务之外的地方 换位思考下 如果我现在跟你说 要去别的任务之外的地方 你会答应吗 我不清楚 这个可能要看你 给我什么理由吧 如果理由充分 我会答应的 那么换个角度 假设你现在要说服 我去任务之外的地方 你能想到什么 绝佳的理由吗 不仅要让我去 还要让我完全信任你 这么一说 确实很奇怪 是啊 尤其那个宅男 之前他明明听到了 我侦探的身份和能力 还对我是比较信赖的 但这也是好事 正是因为有反常之处 才能让我更好地判断出 谁是狼人 也对哦 有侦探哥你在 就没什么好担心的 我们继续做任务吧 就等晚上的会议时间 你大显身手了 真是意外啊 今天所有人竟然都活着 喂 士兵 你这话什么意思 大家都活着难道不好吗 当然是好事了 但这也意味着 狼人比我想象的 更加能隐忍 若是他们忍不住 今天就嘎人了 此时自然就有了突破口 两两分组最大的意义 不就是这样吗 但是你这说法 也太残忍了 别太天真了 小姑娘 这本来就是一个 至少都会死两个人的游戏 哼 好了好了 我倒是觉得 现在我们人类的迎面很大 虽然狼人忍着没有出道 或许是没找到好机会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在狼人杀游戏里 相当于浪费了一个狼人的轮次 因为有着侦探的存在 好人每天都可以锁定一个人的身份 所以 只需要侦探发动能力 狼人现在实际上已经陷入了劣势 所有人都有可疑 姚正爷和包六鬼鬼祟祟地抱起了团 而且疑似在到处找人 陈卓态度突然转变 也不知道徐秀梅跟他说了些什么 还有这个单走的士兵鱼龙国 十分着急地推进两两分组的实施 显得格外可疑 下月去杂物间实在太久了 算了 能力总不能不用吧 就包六吧 包六既然真的是狼人 那这么一说 他和姚正爷很可能是双狼 喂 侦探 你查验了谁 快点把查验信息说出来啊 我使用了我的能力 验明了一个人的身份 不过 抱歉各位 我现在不能说明我的查验结果 不是哥们 你查了就说啊 不能说是什么个意思 怎么还神神秘秘的 当名语人士吧 侦探 你这是什么意思 无论你查到狼人还是人类 爆出来都是最佳选择吧 你这个侦探查的东西 还叽叽歪歪藏着掖着 真不像是好鸟 还有你这个宅男 你与人的头就是你开的 说个能力都支支吾吾的 让侦探现在也有理由在这憋屁了 还有你这个士兵 单走一天回来就装 我他妈最反装的人了 你们真的觉得 我查出什么都公开 是有利的吗 仔细想想吧 蠢货们 如果我查到那个人的身份 是人类呢 的确 如果查到的人是人类 那爆出来可能并没有太大的收益 怎么可能啊 这相当于发了个金水 给我们好人开始也排出一个错误选项 怎么会没用呢 但是 这个和普通的狼人杀游戏 有个很大的不同 你可能没注意到 那就是狼人不知道自己队友是谁 那又咋了 第一天狼人没有杀人 有没有一定的原因 也是因为怕刀刀自己的队友呢 原来如此 这个游戏不仅好人的视野很小 狼人也是一样 所以侦探你不说 是怕给狼人设置一个 可以安全击杀的目标 顺便缩小狼人找到自己队友的范围 是吗 倒也不算纯到无可救药 那我们今天怎么办 我的提议是 不提名任何人 白天是平安日 晚上也是平安夜 等我明天的查验结果再做决定 如何 如果你明天查到的人 身份还是人类怎么办 查到人类 我也会一并公布的 剩下五个人类里 出两个狼人 总归是好盘的 更何况 如果你们相信我的查验结果 等于默认我是好人咯 再说了 说不定明天我一查就个狼人了 五分之二的概率 虽然不低 但还是查到人类的可能性更大 等一下 这真的是因为运气吗 因为林叶没有爆出查验信息 大家也都默认 今天不做任何投票 第一天的会议 就在沉默中无疾而终了 林叶随便找了一个沙发坐着 也没有睡觉 他在等 等半夜十二点 林叶已经有了一个 堪称疯狂的猜想 十二点了 探查鱼龙国本场游戏 隐藏的身份 也是狼人吗 等到明天 就可以印证一下 我的猜想到底正确与否了 今天的任务刷新了 我们就按照昨天的分组继续行动吧 怎么了 侦探哥 夏月 咦 干嘛突然这么叫我 你想 我昨天其实查验到了狼人 真的假的 侦探哥 那你昨晚为什么不说呢 我们不是可以直接投票 把狼人投出去吗 夏月 当然是因为 我查到的对象是你了 真是遗憾 我其实对你还挺有好感的 而且我也没做好 感染的准备啊 我真好奇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呢 又是为什么怀疑我呢 可能是因为你的演技太烂了吧 瘦一妹 这里厨房和祈祷室 怎么看都不像是人类的 谁是外来者 从他的反应可以确定这个游戏 人类才是外来者 无论是人类还是狼人 谁先意识到 外来者真正所指 都会取得巨大的优势 喂 侦探哥 你为什么还笑得出来呢 因为我知道你的队友是谁 虽然他伪装得很好 但是他 绝不能让他跑了 抱歉 这是我能想到 赢下来的唯一方法 果然 窃贼姚正夜也是狼人 那我的队友 只能是陈卓和许秀美中的一个了 喂 林烨 你怎么一个人 下月呢 我不知道 我和他走散了 我也正找他呢 你们要是看到他 记得让他来一楼找我 走散了 怎么会 看着陈卓和许秀美 上了楼梯 林烨心理开始没数 五 四 三 二 看来 兽医死掉了 我和陈卓在一楼做完了任务 正准备去二楼 随后我们就在楼梯拐角 发现了下月的尸体 他的心口有一处刀伤 应该是死亡原因 就是他 他不仅是和下月一组行动的那个 而且 在我们发现尸体前的几分钟 我们刚刚撞到他从同一个楼梯处走下来 当时我觉得奇怪 问他为什么自己单独行动 结果他只是含糊地说 什么和兽医走散了 就自行离开了 各位 我没有杀人 这一切都是这个死胖子污蔑我的 我确实和下月走散了 但是我怎么可能杀了他呢 如果我真是狼人 我会第一个选择对同行的兽医下手吗 就在刚才 这个白痴胖子对我指控的时候 我就已经对他进行了查验 他的身份不出我所料 正是狼人 他就是为了诬陷我这个全场最高身份的预言家 才杀了和我同组的下月 并且诬陷给我的 你在说些什么狗屁 我一直和徐老师一组行动 那就说明你俩双狼狈 好人听我的 这轮全票打飞这头宅男 明晚按轮次送走教师 游戏结束 好 侦探 你说你没杀下月 你敢对着这个测谎仪再说一遍吗 徐老师的职业能力获得的信息 是人类阵营有两个关键道具 我们刚刚找到了其中一个 就是这台测谎仪 行啊 测谎就测谎 我还怕你不成 你现在就把它打开 行啊 看你等一下还怎么嘴硬 等一下你可不要耍花招 这个测谎仪一天只能测一句话 徐老师 你跟他说这些干什么呀 哦 对不起 我是怕他胡搅蛮缠 浪费这宝贵的机会 果然 这两个人里 陈卓是人类队友的可能性比较大 我不可能耍花招的 直接开始就好了 开始吧 下月的死和我完全没有关系 好啊 你在撒谎 怎么 你说我在撒谎 就是我在撒谎 说不定这玩意儿 红灯是真话呢 再说了 你说这玩意儿是测谎仪 我偏说它是个留生机 还可能是个指甲剪 推一万步讲 就算我刚才说的是假话 又怎么样 我说的是下月的死 和我完全无关 有没有可能 其实他的死和我有关呢 毕竟 是我和他走散了 才导致他被你杀了 都是苍白无力的辩解罢了 你看有人信你吗 我申请投票 不是哥们 你们 你们在干什么 为什么不票这个宅男 他在采我这个侦探啊 我才是全场最高身份 我服了 会玩不会玩 怎么不跟票 其他人被林烨一阵猛喷 回想着刚才的得票数 也都是有些意外 不过 林烨观察了一下 余下的四人 好像也没有太纠结这件事 就这样 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你的搭档已经死了 不管你是不是凶手 你打算接下来怎么行动 当然是和你一组了 士兵大哥 你要狠狠地盯住这个狼人 但我觉得 我也单走比较好 如果我真是狼人 你这不是拿于大哥的心理开玩笑吗 你知不知道 狼人可能是有力气的 即使身体素质是五倍 你也不敢让士兵涉险 好就按你说的办 不知道包六和姚正彦 这两人会不会聪明到 也能得出狼人数量 才是五这个结论 侦探哥 林哥 做任务呢 你是窃贼 为什么一个人过来 你队友呢 我警告你 不要靠得太近 大哥 我知道你是狼人 我们是队友呀 你看这是我的狼人 专属武器 你竟然也是狼人 等一下 你该不会是 发动了窃贼的能力 偷了我狼队友的武器 故意来详骗我的吧 大哥 我真是你队友啊 我昨天早上都在三楼看见你 嘎了兽医 但是我昨晚开会 都没和别人说 这下你总该相信 我是你的队友了吧 这么说 你真的是我的队友 那太好了 我们两人一起行动 现在就可以开双刀了 而且那士兵虽然强大 在我们两个联手之下 恐怕也不是对手 但是侦探大哥 这就好像有一件怪事了 和我同组的地痞 好像也是狼人 而且我们昨天 就互通过身份了 爷 这你是怎么判断出来的 侦探哥 你之前对我能力的猜测没错 我每天可以随机窃取 一个人身上的任意一件物品一次 昨天做完第一个任务后 地痞鬼鬼祟祟的找借口 说要上厕所先离开 回来后 我心中疑虑 就对他使用了窃贼的能力 然后我就在他身上 发现了一把狼人的西瓜刀 我当时就和他摊牌了 并还给了他西瓜刀 那地痞最开始还不信我 但是随后 我当着他面 打开了狼人箱子之后 他就已经完全相信我了 哥 你说会不会狼人的数量 不是两个啊 坏了 你被地痞拿的王八蛋耍了 用狼人箱子和武器 检测对方是不是狼人 确实是个好主意 但是 你别忘了地痞的能力 坏了 他的能力是无视一次规则 他是用能力开的狼人箱子 糟了 我的身份已经暴露在他面前了 我刚刚用了今天我的侦探能力 地痞的身份是人类 那怎么办 侦探大哥 我的身份已经暴露给他了 不急 他昨天的会议没有检举你 说明这人还暂时打算和你虚与伪仪 以他那自私暴躁的性格 估计也没想着 把你的身份告诉别人 我严重怀疑他很可能是乐于看到 狼人先嘎几人 哪怕是同一阵营 他可能也未必想让其余的人活下来 这地痞确实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林哥 先下手为强 趁他暂时还没有防备 你去直接偷袭 把他嘎了 林哥 你说的对 现在只能先下手为强了 但是我有个问题 林哥 地痞毕竟是和我同组 嘎了他 我的嫌疑不就大了 无妨 你动手的这段时间 林哥把票绑死 是不会被投出去的 哪怕我没有找到好的机会 你也尽可能把尸体藏好 说不定这样 我们有机会直接开双刀 然后开会投票 冲走最后一个 这不直接赢 可以 林哥 我就知道你聪明 有你这种人当队友 真是太幸福了 但是你一定要小心 因为这一切都建立在 你能成功嘎了地痞的基础上 所以 见到他之后别犹豫 直接动手 对方说什么都别犹豫 放心吧 林哥 我肯定直接一抚头 嘎了他 做完任务 林叶打算找到陈卓 取得他的信任 林叶来到三楼 正好看到陈卓单独一个人在 喂 宅男 宅男 如果我想嘎你 我现在就可以 所以别叫 你不要冲动 徐老师只是在给第二个任务收尾 让我先过来 他很快就会过来的 你嘎了我 你这次必被票走 我不嘎你 我知道你是人类 我也是 夏月确实是我嘎的 但是他才是狼人 只不过他被我夺刀 反嘎了而已 这个游戏规则里 没说人类不能反嘎狼人 用你的中脑子想想 侦探这种这么关键的信息位 可能是狼人吗 这是人类的物资箱子 如果你不信 我可以打开给你看 你真是人类 当然了 不好意思啊 昨晚把你当狼人了 但是话又说回来 我也觉得也不能全怪我 昨晚侦探你完全表现的就是狼人啊 我故意的 因为如果我表现的不像是狼人 反而可能被票出去 你不好奇吗 为什么我昨晚那么像个狼人 反而只得了你的一票 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这个游戏有个文字陷阱 人类阵营才是那两个外来者 士兵是狼人 地痞是狼人 兽医是狼人 窃贼是狼人 教师还特么是狼人 只有我们两个是人类 我去 真的假的 但仔细想想 徐老师确实没开过人类箱子 他甚至连测谎仪和手枪的箱子 都是让我开的 是吧 徐老师啥 等一下 手枪 是啊 徐老师的职业能力 是得到关于本场游戏 有用的一条信息吗 他得到的信息 就是本场游戏里 人类阵营有两个超级强力的道具 一个是测谎仪 一个是手枪 测谎仪一天能测一句谎话的真假 手枪只有一发子弹 但是那子弹是必中的 那手枪在哪呢 在徐老师呢 偷个底吧 陈卓 你的能力到底是什么 我的能力是保持静止状态的时候 体力消耗减少至常人三分之一 恢复速度加快三倍 既然那手枪只有一发子弹 一会你负责去扛那必中的一枪 必中不是必死 你躺下来静止 说不定伤口就愈合了呢 毕竟这也是你的失误导致的 哥 你认真的吗 我当然是开玩笑了 只能靠偷袭了吗 或者再忽悠下姚正彦 两位 想必你们已经发现了 这个游戏的真相吧 是啊 我落单的时候遇到了士兵 他想要嘎掉我 不过幸亏这玩意儿 让他冷静了下来 也多亏了这东西 让他冷静了下来 才让我们两个意识到了一件事情 原来狼人的数量不止两个 人类才是外来者 我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毕竟昨天只有陈仲把票投给了我 加上我嘎的下院 现在的人类 应该只有这小胖子一个了 怎么都在这呢 好热闹啊 我老远就听到声音了 都计在这干什么呢 冷静 窃贼 虽然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但是冷静点 我和你一样都是狼人 什么意思 你也是狼人 我和鱼龙国都是狼人 当然 信不信有你 反正接下来你不要添乱就是了 你把地痞嘎了 哎呀我去 侦探哥出错了 我们俩刚才不知道狼人有五个 第一天地痞 跟我说他是狼 但第二天 我看见侦探嘎兽医了 我感觉不对劲 就去找侦探 私聊 完了我们一合计 狼人就俩 那地痞就不可能是狼 我就把地痞偷袭嘎了 算了 嘎就嘎了 那么现在看来 那人类应该只剩下 那个宅男了 嘎了他就结束了啊 特么的 原来你们都是狼人 现在五个狼围剿我一个人类 这游戏怎么玩啊 不玩了 你们爱嘎就嘎吧 没想到这小胖子还挺仗义 不过 没用啊 五个狼人 错了 你还有队友的宅男 你身边的侦探就是你的队友 他根本不是狼人 什么意思啊 凭什么说我不是狼人 我看你才不像是狼人 我有狼人武器的 你呢 你不用想着反才我 我也有狼人武器 那你我都有狼人武器 凭什么你就觉得我是人类 而非狼人 方才窃贼说了 他是和你商议后 才误以为地痞不是狼人 把地痞嘎了 你分明昨天就知道 狼人的数量更多 为什么还要让他嘎了地痞 你不用跟我狡辩什么 你也是刚反应过来的 你昨天在会议上 那种故意表现的 很像狼人的行为 我不信你不知道 侦探 你是个聪明人 别说蠢话 因为我真的觉得 地痞是人类 窃贼告诉我 他和地痞互相认狼 是因为地痞有狼人武器 但是我想到了地痞的能力 所以我怀疑 狼人武器 可能是他用能力 拿出来钓鱼的 因为一开始 我看到教师和宅男 地痞和窃贼 这两组人都绑得很死 看起来非常信任对方 所以我猜测 可能是两组双狼互刃 所以在我的事业里 我最开始怀疑的人类 是士兵和兽医 但达到兽医之后 我验了士兵你是狼人 那么就证明 这两组里 有一个人类在装狼人 谁能想到我的猜想有误 实际情况是 这宅男太蠢 被教师忽悠的团团转 真是对不起窃贼兄弟 我太自负了 所以没跟你说真相 侦探哥 你真是耍老子好苦 侦探 你这家伙确实很危险 你的话也太有欺骗性了 要不是我有决定性的证据 我还真要被你骗过去了 你有什么决定性证据 你那把匕首是兽医的 我虽然是独自一人 但是做任务 比你们想象的麻利多了 所以我第一天 我做完第一个任务 就在到处闲逛 然后我恰好撞见 他单独走进了杂物室 我躲了起来 在他离开后 我走进了杂物室 然后在那里 我发现了一个 被打开过的狼人武器箱 但有没有可能 我确实是狼人呢 你是也无所谓 狼人有五个 这就证明狼人 就算嘎一两个也无所谓 无论如何 我今天都会嘎了你 冷静 林烨被分到人类阵营 说不定是因为 设计这个游戏的高位存在 正认为我比他们加起来 都要强大和聪明 更何况 我的职业是唯一职业欺诈师 能破局的办法 好像真的只有 时光倒流了 那么开始表演 哎 这次又输给你了 你说又 是什么意思 我们见过吗 当然了 你不如猜猜看 我们还在什么时候见过 别管这家伙了 他可能是故弄玄虚 你到底想说什么 喂 宅男 陈卓 你喜欢的动漫里 有名侦探柯南 对吧 你喜欢会员爱吗 最新的一季的新翻 有一部你在追更的吧 你怎么知道 废话 因为你看起来 对这个充满了 推理的游戏很热衷 看动漫肯定也喜欢看类似的 而十个看过 柯南的宅男里 九个喜欢会员爱 徐老师 你带的是成绩不错毕业班吧 但班上应该有你几个 头疼的学生 你放心不下吧 而且你自己的孩子 学业也很让你头疼不是吗 你怎么知道 徐兄每一看 就是能力很强的老师 这种老师大部分时间 都会带毕业班 而他一看 就是认真负责的好老师 怎么可能放心的 下班上的学生 他来到这里 肯定是有强烈的执念 根据年龄推算 是有八九有孩子 哪个教师家庭的父母 满意自己孩子成绩的 切贼 其实我还挺喜欢你的 虽然你说自己是小偷 但其实你也不容易 而且也没偷多少东西 我觉得 你家里人确实对你太差了 无论是你爸还是你妈 你很想出去以后 好好做人吧 侦探 你你为什么知道这些 你不去爱 你至于去当小偷 而且哪个小偷 不想出去以后 好好做人 看来赌赢了 发动能力 查探于龙国内心 最深处的 见不得人的秘密 阿谷 你要干什么 走私这玩意儿 可是重罪 班长 对不起 我妈病得很厉害 她是尿毒症啊 换身还差四十万 对不起 还有你 鱼龙国 我一直都不喜欢你 不过你也挺惨的 你其实很放心不下你妈 是吧 尿毒症 即使患了肾 也需要你照顾 你特么的 到底想干什么 这并不是我第一次 进行这个游戏了 虽然你们无法保留记忆 但是这个游戏在我这里 已经进行了十余次 所以我才了解你们 至少你们每个人 为何想活下去的理由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虽然不知道你说这些 是干什么 但这是你用侦探能力 得出来的吧 听好了 我觉醒的并非是侦探 而是唯一职业 我的职业名称为玩家 能力是回荡 回荡 我懂了 灵液 你的意思是 你能像动漫主角一样 回到过去 重新再来一次吗 不错 这不可能 那这样 岂不是你是必胜的了 只要你没有胜利 你岂不是可以一直回荡 所以我不信 至少他不可能随意回荡 他这个能力的发动 一定有某种限制 只需要在他发动回荡之前 把他控制住就好了 为什么你还不回荡 你回荡的条件是什么 现在说出来 我还可以给你个痛快的 你为什么还不嘎了我 有武器不用 是因为你很热衷于 把人砸死吗 你们知道吗 这位正直的士兵大哥 其实是个嘎人犯 我都好奇 为什么包留的职业是地痞 姚正爷的职业是窃贼 你的职业却不是叛徒 或者罪犯之类的 够了 嘎我呀 就像特末米当初嘎你班长一样 老子要嘎了你 等下士兵 他的回荡条件可能是被嘎 来啊 阿国 你这个走私的叛徒 用走私的钱给你妈治病 你妈一定骄傲死了对吧 你特么不许提我妈 你别侮辱她 是你自己侮辱了她 怪聪明的呀 姚正爷又猜出来了 看来我的身体 已经先一步到这里了 上一回合 虽然做的已经足够多了 但是还不够 怎么办 这次要护卤他们 我其实有个强力的职业 最后和鱼龙过一对一嘛 毕竟侦探没有用了 该怎么办呢 此刻林爷心中 突然闪过一个疯狂的念头 高阳们 开始我们的游戏吧 不错嘛 各位的求生欲都很强 醒来的速度都很快 总之 迷途的高阳们 欢迎来到我的游戏 谁是外来者 你是这个游戏的主人 换句话说 你就是神吗 我更喜欢被称呼为 管理员先生 好的 管理员先生 能为我们讲解下 这个游戏规则吗 装神弄鬼的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把我们弄到这里 有什么目的 包六先生 你来之前 难道没有看到那些 足以让你理清楚现状的提示吗 你竟然知道我的名字 当然了 这毕竟是我的游戏 我不仅知道你的名字 还知道你觉醒了一项职业 地痞 在座的其他人也和你一样 既然如此 我就帮你们互相介绍一下彼此吧 林烨将所有人的职业和姓名说了一遍 一时间 所有人都陷入了沉思 众人对他的神明身份 相信了一半 所以管理员大人 可以为我们讲解规则了吗 当然可以 虽然本不用强调 但因为刚才的插曲 我还是再说一遍 诸位都很清楚 你们已经死了吧 你们每个人都有十分强烈的 不想死去的渴望 或许是因为自己的学生与孩子 或许是因为没看完的动漫 或许是因为想要重新做个好人 或许是因为重病的母亲 也或许是单纯想要活下去 总之 正是因为你们的渴望 你们才会获得参加这场游戏的机会 希望你们能够把握好这次机会 好了 废话不多说 我来介绍下本场游戏的规则 各位生前都有听过 或者玩过《狼人杀》这个游戏吗 本场游戏的大致玩法和那的相似 你们也会分为狼人和人类两个阵营 接下来 我会将身份和具体规则的说明书 发给你们 管理员先生 我有一点不明白 我记得我进入这个游戏之前 看到玩家的数量应该是七才对吧 为什么这里只有六个人 很聪明吗 士兵 我很喜欢你的敏锐 恭喜您发现了本场特殊规则之一 本场游戏中 存在一名觉醒了特殊职业的玩家 他觉醒的职业名为独心者 所以他并不会和你们在一处醒来 这个人会藏匿在这座城堡的范围之内 这个人的阵营是狼人还是人类 他的阵营和职业无关 同时他将不会参与投票环节 那他要是人类 岂不是相当于好人的阵营 白白少了一票 放心吧 这个游戏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的 管理员先生 那独行者的能力 除了和我们不出现在一处 还有什么吗 我只会告诉你们 他的职业名称 他的职业能力是否公开 由他自己决定 还有 你们自己的职业能力是否公开 也是由你们自己决定的 是吗 那我选择公开 当然 士兵的能力是身体素质获得五倍强化 不是 为什么要多此一举 自己想公开自己的能力 不是随便说就可以吗 我想 士兵是希望以此来证明 自己没有说谎吧 毕竟作为管理员 我不仅清楚你们的职业 能力 姓名等等个人信息 对这个游戏之中的一切布置和机关 我也了如指掌 不过 我给自己的管理员特权 也仅仅是了解这个游戏内的构造罢了 为了保证这个游戏的公平性 我是不会直接出手 敢与游戏进程的 我甚至都不清楚 你们每个人的阵营身份具体是什么 总算成真了 不过 各位 我虽然不会直接出手 干涉这场游戏 但是我依然会和各位一起 活动在这座城堡里 而你们看到我之后 则是可以向我提出一个问题 例如 其他人的位置 能力 甚至是嘎人与否 或者是这座古堡里的机关 物资相关的事情 不过 问题是需要支付一定的报酬 我才会回答的 我们需要支付的是什么 其他人的性命 你们每嘎一个人 就可以获得一次问问题的机会 换句话说 这个游戏不只是狼人能嘎人 狼人只是会有武器优势 是吗 是的 你们这一批玩家 比我想象的有趣太多了 所以我决定再给你一个提示 并非关于这场游戏 而是整个死亡游戏的提示 游戏通关的条件 固然是阵营胜利弹 所有活下来的玩家 将会评分任务奖励 任务奖励是什么 通关奖励就是你们的寿命 这场游戏过后 你们会复活 但是想要一直活下去 就要不断地参加游戏 你在这场游戏获得的寿命 将会决定 你下次玩这个游戏 是什么时候 本场新手游戏的通关奖励 是七年 哎呀 时间差不多了哦 我建议你们马上开始行动 不要忘记 你们的敌人 可不只是身边的人哦 这座古堡本身 也是会吃人的 很快 所有人都各自开始去完成任务 林业因为获取了管理员权限 此时可以知道 其他人的动向 和这里所有物资箱的位置 看来除了沉着 都是去找狼人武器箱子了呀 那么 我也该去找 最成熟的那件武器了 有了这把手枪 即使再次面对鱼龙国 也有着自保的能力了 一 姚正夜和鲍六打起来了 哎呀 果然没有了偷袭的新手优势 窃贼是无法战胜低皮的 去看看吧 哟 这不是管理员大人吗 有诗远营啊 啊哈 你们这些玩家 果然能给我不小的惊喜啊 我真是没想到 这么快就已经有第一个人嘎了 那有没有什么手杀奖励之类的 理论上没有 但是你这么说了 送你个免费的消息吧 在你身后的厕所里 洗手台下方 有个狼人武器箱子 希望你能用得上 哎呀 你不是不知道 我们的阵营身份吗 我是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猜测吗 动手这么快 说明你肯定来自一个 本来就需要噶人的阵营 在你看来 反正迟早都是要动手的 不是吗 有点鸡肋 不过聊胜于无了 管理员大人 离我最近的另一名玩家在哪 目前这个时间点的话 一二楼的楼梯上 有兽医在那里 不过他也在移动哦 兽医吗 我明白了 太好了 包六 我都有点喜欢你了 咦 包六嘎了 看来兽医还是有点本事的 原来是你啊 管理员 你好 请问你有什么需要问的问题吗 管理员大人 我能问一下吗 现在存活的玩家还有哪些 除你之外 还有独行者 士兵 教师 宅男 等一下 刚刚叫士嘎了 那么 兽医小姐 你的问题我回答完了 我继续去其他地方转转了 祝你好运 你好啊 士兵 是你啊 管理员有什么事情吗 当然是看到你已经动手成功了 所以来问一下 你现在有没有问题要问 嗯 想不到管理员同志这么热心了 至于问题吗 士兵 先别着急问他 兽医 你想干什么 听我说 我嘎了地痞 而地痞刚才在一楼嘎了窃贼 尸体被我找到了 那么现在 场上只有你 我 宅男 还有这位管理员存活了 你的意思是 管理员也是玩家之一 而独行者并不存在 指控游戏管理员吗 果然这批新人很有意思啊 别演了 你根本就是独行者 这个游戏 恐怕根本没有管理员 你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 因为改人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阵营划分 会议投票 甚至任务都没有什么做的意义了 因为这个游戏一天之内 人就会死亡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反常 而这一切的源头 都是这位管理员给出的提示 还有一点 我们进入这个游戏之后 其实这个游戏本身是很避免强调 自己是个游戏的 哪怕是规则的说明 也都是依托于一封信件来完成的 但是偏偏这个家伙闯进来 还大摇大摆地自称游戏管理员 不是很让人奇怪吗 有一定道理 但是 不足以说服我 因为只凭这些 你不该这么笃定 很好 士兵你很聪明 这些确实不是我如此确信的理由 我身为兽医的能力 是以动物对话 在刚才我对这位管理员的身份 产生怀疑之后 我与这里的乌鸦进行了简短的交谈 他们没有看到这座庄园内 除了我们六个和管理员之外的第八个人 游戏开始后 管理员直奔了一楼的一间杂物间 打开了个物资箱子 若他是管理员 他为什么要开物资箱子呢 如此一来 确实让我有点怀疑管理员 你可能就是那个所谓的独行者 只是我很好奇 你为什么会那么了解我们 他倒也未必是独行者 了解我们的个人信息 很可能是他的职业能力 亦获释 这家伙并非是新人玩家 所以有些什么独门方法吧 那么你的建议是 我们一起来试着挑战下管理员吧 毕竟他的目的 好像是我们所有人 最好都在第一天死完呢 真是精彩的推理啊 夏月 你真是超乎我的想象 谢谢夸奖 管理人哥 但说实话 我也只是太想活下去了而已 是吗 那做到这一步 其实还远远不够的 因为推理虽然精彩 这场游戏的底色 终归还是 现在将军啊 你这是变相承认了吗 你确实不是管理员 我确实不是管理员 则真是被摆了一道啊 不过你为什么还不改了我 该不会是你这把枪 只有一发子弹吧 你要不要堵一下 堵我的枪里没有子弹 老实说 因为你迟迟不开枪 所以我反而有点怀疑了 你是不是真的只有一发子弹 你刚才随手一枪 就打中了鱼龙国要害 证明你枪法不错 不需要过分慎重的瞄准 所以 我现在怀疑 你的枪里 只有一发子弹 你的推理果然很精彩 夏月 你确实太出乎我的意料了 但是很可惜 你的推理只对了一半 这把枪的子弹是两发 我只是在纠结 这一发子弹究竟是留给你 还是宅男罢了 我不信 这种道具里的子弹数量 要么是满蛋 要么是一发 两发这种数量 实在是太奇怪了 虽然嘴上说着不信不信 但其实你很相信 我有第二发呀 不过 也不怪你 毕竟我演技实在是 太棒了 继结束 林叶获得七天生存时间 还获得了手枪和测谎仪 两件道具 刚活过来林叶就发现了 打掉自己的学妹留下的黑卡 也该搞清楚 那个嘎了我的神经病 到底是什么人了 看来 我只能硬邀了 林叶通过社长 查了大一学妹的信息 然而并没有查到 嘎自己的那个女生 先去那个地址看看吧 小老弟 集会的时间 是后天晚上 你来得有点太早了 什么机会 我不知道啊 第一次来 算算时间 确实是这批新人 找到论坛的时间了 我不明白你说的什么 作为老手 我提醒你一下 我们这些参加过 死亡游戏的玩家 是不可能对普通人 透露死亡游戏 这四个字的 连暗示也不行 只要冒出这个念头 你接下来说的话 都会被卡在喉咙里 我能如此顺畅地 跟你畅聊 就证明了 你确实是玩家 玩家和玩家之间 本就是对地关系吧 你都对我不提防一下吗 哈哈 小伙子 看来你的新手副本 是对抗性质的呀 玩家和玩家在现实里 是很少有对抗关系的 大家命都是捡来的 何必在游戏之外 还要打声打死呢 俗话说得好 何其生财吗 那你发誓 不会伤害我 发誓 行吧 我对你没有任何恶意 也完全不打算伤害你 你这新人还怪俊俏的 而且只花了一天时间 就找到了论坛 解开了谜题 锁定了集会地址 甚至还知道提前过来踩点 真是后生可畏啊 我真的完全不知道 什么集会和谜题 那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有人给了我张卡片 上面留下了这里的地址 真是奇了怪了 这人怎么会把集会的地址 就这么交给你一个新人 难道是什么组织拉拢你吗 但是这是奇怪的拉拢人方式 所以这集会到底指的是什么 好吧 新人虽然不知道你的底细 但是既然你连这些常识都不知道 我就给你解答一下了 通过中年男人的介绍 林叶得知死亡游戏 衡量实力标准的是道具 并且道具可以进行交易 集会就是玩家之间 互相交易这些的道具的地方 可用钱或者论坛点数进行交易 两人还互相加了Q信 好了 小伙子 集会是后天 别在这处着了 被别人看见你跟我说话 可能会惹火上身 何七生财大哥 你很多仇家吗 你要是多过几个副本 你也会有仇家的 何七生财大哥 游戏里死掉的人 应该没可能再度复活了吧 当然 死亡游戏是最后的机会了 所以要好好珍惜啊 我是很相信缘的 你今天来到这里见到我 集会和下周的集会 我还能看见你吧 我也希望如此 看来 只能先回去看看 这个所谓的论坛了 这心理学会 自由联盟和掠读者三个组织是什么 居然被论坛给永久限制了 算了 这几天得研究一下 各个职业的信息和攻略了 既然要参加集会 那么就利用它来改善一下生活吧 林业通过表演部社长的帮助 查到了陈卓的信息 陈卓 我能不能获取到道具 就全靠你了 你小子能耐的是吧 让你去买瓶饮料 我们闹着玩呢 你们哪个班的 管理员大人 您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为什么不反抗 就算之前逆来顺手 现在都已经参与过死亡游戏 都是死过一次的人了 为什么不勇敢一点呢 反抗也没有用啊 我实际上就是打不过他们 管理员大人 您长得帅 估计成绩也好 肯定不理解的 这种事情反抗是没有用的 反正度高二了 再忍一阵就都差不多了 要是我得到了士兵的能力 那肯定就直接反抗了 但是可惜 我的职业只是宅男 如果你有强力到 足够让你获得巨大力量的道具呢 那我都有道具了 还能让人给欺负咯 这个是道具甩棍和道具敏捷药剂 前者顾名思义 就是一根可以收进你 道具空间里的甩棍而已 功能和普通的甩棍没有区别 至于这个敏捷药剂 它服用后 能在一个小时内 大幅提升你的反应速度和行动能力 管理员大人 这是干什么 这是我身为管理员送给你的 你看看能不能用 应该会谈说明出来 真的 管理员大人 谢谢您的慷慨 去吧 陈仲 现在你已经拥有了力量 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吧 谢谢你 管理员大哥 刚才的感觉真的好极了 他们再也不敢欺负我了 你擅自给我要记和道具 不会违规吧 不会不会 那些本就是我自己的道具 我赠与你 也是正常身为玩家的行为 和管理员无关 像是这样的小道具 我背包里面还有很多呢 是吗 那我就放心了 看来这集会还非去不可了 25玩家集会开始 林业的摊位钱围满了人 兄弟 你这些甩棍怎么卖的 全卖的话能便宜点不 一把十点 最好负现金 那样能便宜点 我去 十点 那这里的我全要了 别卖给他 兄弟 我一把出十三点 负现金不用你给我便宜 小哥 我出十五点 负现 我十七点一把 我全要 信用点和人民币兑换比例 十一比一百 差不多翻了十倍的价格 结果还是低了吗 这只是平平无奇的 一根普通甩棍啊 敏捷药剂 我去 这效果也太厉害了吧 想不到老板你这还有好东西 老板 这药剂又是怎么卖的 这个也是 十点 这些我还是全包了 老板 药剂我也出十五点 大亨 大亨来了 这就是让你们引起骚动的好东西 不就是普通的甩棍吗 这药剂倒是有点意思 不过 也不至于让你们这么哄抢吧 这些东西你都卖多少 我最初设想的定价都是十点 用现金盒买多了 还能便宜点 太低了 为什么一次性卖这么低 能拿到这么多道具 也不容易吧 看这样式还都差不多 估计是一个副本出产的 是你们很多个人收集到的 拿出来卖吗 还是你背后干脆有个组织 新人 虽然不知道你怎么一次性 搞到这么多道具 但你最好说你背后有组织 我的确是来自个组织 名字不太方便透露 因为组织的老大 急着用钱 所以我们把以前攒着的道具 拿出来卖一下 这也是我也更需要 现金支付的原因 既然如此 那不如全卖给我吧 我按照二十五点一把甩棍 二十点一瓶 要寄的价格收你的 可能还是略低于市场价 但是我可以全用现金结晶 你也不算吃亏 之后我过了今夜零点 我会把这些挂在 论坛的板块上出售 我不涨价 你们自己拼手组 每个账号都只限购一份 既然您都这么说了 就按您说的办 你觉得这个方案如何 以后你和你的组织有东西 像在江城抛售 不妨也多考虑一下 和我大亨合作 怎么样 好 大亨 就按您说的办 又见面了 孩子 你小子太愣头青了 这甩棍道具在江城 起步价三十点 你直接拿十来根出来 还报价十点 没办法 就算看到论坛上面的攻略 也很有多事情不明白 说的也是 你小子货真价实的 刚过第一个副本的新手 但你也真牛啊 一个副本薅了十来根 甩棍二十平药 咋的 你第一个副本是奖励官吗 运气好罢了 瞧你吓的吧 放心 既然你看过论坛 应该知道了 我大亨能承办 和负责江城的线下集会 人品肯定是有保证的 就算人品没保证 我也不贪 你那三瓜俩枣 钱已经转过去了 你看下 谢了 那我就先回去了 实在是谢谢您的帮助 老大 您为什么对这小子 这么器重 昨天这小子来的时候 给我出示了一张 写着我们这地址的名片 我看了下 应该是心理学会的手笔 他是被心理学会选中的人 而且恐怕是最高级别的 那种选中 心理学会 那岂不是说 这小子只要不夭折的话 至少会达到三阶的水准 不错 而且他的职业 恐怕也不会太弱 不然运气再怎么好 也不可能在一个新手副本里 就疯狂地拿到那么多的 普通道具 呵呵呵 不错嘛 林业 不愧是被我们选中的人 不仅顺利通过了 第一个副本 而且竟然还在 第一次拍卖会里 就出了这么大的风头 你的潜力 果然难以估量 你是什么人 呵呵 我是谁不重要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我和把你送进死亡游戏 给你留下名片的漂亮女孩 来自同一个组织 我们都是心理学会的成员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之前要杀我 杀你 不不不 我们的目的才不是让你死 而是让你加入死亡游戏 因为根据组织的评估 你很有潜力 不出我们意料 你果然被选中 而且还顺利通关了 我们组织一直致力于 寻找有潜力的人 那些有能力 在这个游戏里取的 非凡成就 却还没能加入这个游戏 我们绝不容许 让他们浪费自己的才能 真是一群神经病 难怪论坛不让你们访问 论坛 不过庸才抱团 取暖的地方了 好了 为了防止被庸才打扰 我还是先把任务完成一下吧 那么 尊敬的林业先生 你觉醒了什么职业呢 我凭什么要告诉你 因为这也是进一步的评估 你最好配合我们 否则的话 就只能我来逼问你了 是吗 那我倒是很期待 你要来试试看 你好像不是很怕 和我正面战斗 而且你还不知道 我的职业吧 你的职业是什么没关系 因为我觉醒的职业是 最适合搏斗的士兵 不可能你的现实职业 与经历和士兵 几乎毫无关系 我们调查过你 你是一名大学生 看起来你没上过大学 你不知道大学要军训吗 看好了 哪怕你拿着匕首 也不可能比得过 士兵给我带来的加持 好了 你已经知道了我的职业 该报上你的职业了 否则就别怪我逼问你 在下的职业是忍者 告辞了 林业 忍者吗 既然职业和现实里的 经历相关 怎么还会有人 觉醒这种职业啊 刚才那货 看起来也不像是小日子 难道是玩手游玩的吗 我去 走路没长眼睛啊 怎么还撞人呢 怎么说话呢 我刚刚站着没动啊 是你撞我呀 是你走路不看着路吧 怎么还刀打一盘呢 那 那你大半夜站马路中间 也不对 这里还弄这么多烟 根本看不见呀 哎呀哎呀行了 是我没看路 对不起 你还跟着我干嘛 我都道过歉了呀 我没跟着你啊 我也要往这个方向走 鬼才信你啊 半夜蒙着脸 你也是玩家对吧 鬼知道 你是不是打算洗劫我 你别过来 跟我保持距离啊 我可不好惹 我的职业很强力的 我可是士兵 行行行 我和你保持距离 你先走 怎么感觉死亡游戏的玩家 好多脑子都不太正常呢 我自行车呢 骗你的 我不是士兵 是窃贼 嘿嘿 就你这智商 以后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 还真是被人看扁了呢 可别让我在游戏里面 打到你们 一群下水道里的鹰狗老鼠 算了 先回家再说吧 不然老姐该担心了 哈哈 逗你玩的 车子还你 嘻嘻 我信你个头啊 那个窃贼 到底有什么毛病吗 这车索也不是我的呀 还好我技高一筹 很快到了游戏时间 这次进入游戏 需要进入水中 那就开始吧 这俩人好像是认识 而且关系过分亲密了 工人大叔吗 真是现实包 来得快呀 没想到还真让我在游戏里遇到你了 看我不打断你两条腿 喂喂 你不要过来呀 这个副本看提示就知道 很大概率是合作类和解谜类呀 我们没必要打打杀杀呀 我知道 但是解谜类断了腿 也不影响吧 那你别过来啊 咱俩真打起来还未必露死水手呢 又想跟我装士兵是吧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妾贼 我哪敢啊 再说了 就算我是士兵也没用 你不也是吗 但是别以为士兵就可以为所欲为 我这把刀很锋利的 是吗 你刀有这个好事啊 大哥 我错了 我就是开个玩笑 最后自行车我也还你了呀 那锁甚至都没难倒你 我哥远处都看见了 你筐筐一下子就给那锁砸开了 嘿嘿 小伙子 我听出来了 你好像和这个小女孩现实里有点矛盾 她恶作剧锁了你自行车时吧 依我看着小女孩确实顽皮 但是也不至于你在死亡游戏里跟她大动干戈 尤其这还是个合作游戏 没必要为了窒息让自己也危险 你说是不是 但是莫名其妙的 你为什么要对我进行恶作剧呢 你是哪个组织派来试探我的吗 天地良心 绝对没有 我 我就是那天去集市卖道具的 我上个副本 辛辛苦苦弄出来两张加速符咒 原本想卖个好价钱 结果到了以后 有玩家跟我说定价太高了 刚才有个人一口气卖了十来瓶 比我这个效果还好的敏捷要计 我一打听 发现还是真的 然后一晚上降价 也只卖出去一张符咒 我心里就有点气不过 就打听了下你的大概特征 然后没想到 走在路上还真遇到你了 当时你在和一个忍者对峙 我看时机很好 一时气不过 就想着捉弄捉弄你来着 行吧 真是小孩子心心 好了 既然误会都暂时解开了 我们就来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吧 毕竟这是解密类的合作游戏 我们互相之间了解一下 还是有必要的 你们可以叫我铁书 这也是我的论坛 ID 我的职业是工匠 目前已经通过了十个副本 十个副本 就是已经参加死亡游戏两个月了 工匠的能力 是能够增加使用各种工具的熟练度 提升对机械构造的理解 我的论坛是 ID是四月 职业是医生 目前通过了六个副本 我的论坛ID是八号 职业是学生 竟然是两队俩俩认识的 虽然已经知道 你俩是士兵和切贼了 但是还是自我介绍下吧 各位好 我的论坛ID是不忘 目前经过了三场副本游戏 本来想获得个信息型的职业 比如教师 记者之类的 但是奈何 这里有个认识的家伙 不错 我的职业是士兵 你们可以叫我酒水 我刚刚通过一个副本 什么 你刚刚过了一个副本 对啊 这有什么奇怪的 小兄弟 你刚过第一个副本 怎么知道论坛的 而且听你的意思 你甚至参加了 你们城市的线下机会 运气好罢了 呼 有些人的话 说明这个副本 难度可能不会太高 嘎嘎 各位玩家 你们好啊 嘎嘎 本场游戏由我来负责 担任考核官 我将会给予你们问题和提示 嘎 本场游戏中 共有三个房间 嘎嘎 我在每个房间 设置了三个问题 两个讲床问题 以及一个抉择问题 嘎嘎 讲床问题回答正确 会有奖励 回答错误 会有惩罚 而抉择问题 只有回答正确 你们才能进入到 下一个房间里 答对所有的决策问题 即可通关副本 嘎 以上就是本场游戏 致命问答中的全部规则 各位 请听第一道问题 请问 你现在的出水与排水速度 水流完全灌满 这个房间需要多久 泳池注水问题啊 这个简单 只需要假设时间为x就可以了 不 这个问题的难点 并不在于数学的部分 可是你知道 这个房间的容积 进水的速度 和出水的速度吗 啊 是啊 考核官 这些数据都是多少 你不是能提示吗 这不在提示的范畴里 你问的 恐怕就是这个问题的难点 小学难读的数学题 怎么可能会出现在死亡游戏里 这个考验的是 我们的估算能力 这大叔突然是在干些什么 我想应该是在用布局 测量这个房间的长和宽吧 这位大叔带着安全亏 职业还是工匠 对这种事情应该在行 请问 最后的答案要精确到 分钟还是秒钟呢 这应该在提示的范畴里吧 嘎嘎 我想想 那就这样 给我的答案误差 控制在五分钟以内就好 根据我的估计 结合这个数据 层高应该是三米左右 那我知道了 这间教室的容积 应该在162立方米左右 接下来 只要知道排水和出水的速度 就可以计算了 每个出水口的速度 如果是均匀的话 我们可以找个容器 接住单个出水口 流出来的全部水 这样通过它灌满容器的时间 就可以推算出 每个出水口单位的时间 而这里不止一个出水口 不用那么麻烦 虽然允许有五分钟的误差 但是你估算的数据越多 最后误差就会越大 大叔 我只问一句 你确定这房间高是三米吗 误差能控制在十公分以内吗 虽然高度没有那么好测算 但是根据我的经验来看 这个比例差不多就是三米 干工地这么多年了 我的眼睛就是尺 我这把美工刀 是标准长的15公分 那么只需要计算一下水 完全淹没这把美工刀 所需的时间 然后再乘以20 就是大概所需的时间了 把这个问题 转化为水位上涨的速度 真是好主意 我来计时吧 原来如此 只是这样的话 就能估算出一个 较为准确的时间了 这个确实是我疏忽了 原本以为是数学题 没讲到跟脑筋急转弯一样 让这窃贼出风头了 说话注意点 别老是这么好面子乱说话 事先平起 可能会比较准确 我来帮忙 看着水什么时候没过去的吧 总觉得那里不对 我想想 那就就好 一句提示回答 甚至是涉及到回答规则的话语 他用了三种并不肯定 和精确的语气 乌鸦人似乎并不是 很在乎答案的误差范围是多少 只是随口说了个五分钟而已 考核官 我想问一下 在你问出问题之后 我们是可以问你任意问题的吗 嘎嘎 当然 这就是我给予提示的方式 如果你问到了点子上 我就会告诉你相应的提示 那么 我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考核官 周围的四扇门 是否和第一个房间的抉择问题有关 嘎嘎 是的 最后的抉择问题 就是让你们从房间所有的门里选出一扇 里面有通往下个房间的大门 那么 考核官先生 错误的门后面是什么呢 嘎嘎 当然是无尽的虚空 掉下去就会陷入死亡 嘎嘎 不过现在问关于抉择问题的事情 是不是早了先 你第一个问题还没回答出来呢 但这些和第一个问题真的无关吗 考核官先生 你似乎很擅长用真话说一半的方式来误导和骗人呢 我的第三个问题 你可以从下属问题中任选一个回答 您问题中所指的这个房间 究竟是我们身处的这个 由四面墙 天花板和地板组成的封闭空间 还是泛指本场游戏的第一个房间 这些排水口 是否和错误的门 通往了同样的虚无空间 您所说的那些虚无空间 是否算作第一个房间的范畴呢 嘎嘎 真是厉害啊 你这个玩家上述问题 我都可以回答 嘎嘎 答案都是一样的 是的 如你所猜测的那样 喂 可以不用在那 鼓刀你们的美工刀和水位了 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酒水 我们也已经测出结果了 水位上涨了15公分 大概需要2分钟40秒 换句话说 大概时间应该在53分钟20秒左右 我们可以按55分钟说 不 铁书 这个问题比起测算和计算 不如说是文字陷阱 林叶把刚才自己的推理 提问和盘托出 全部告知了铁书和其余三人 什么 竟然是这样 这不就说明 我们差一点就被坑进去死掉了 这只是讲成问题 就算答错了 也不会直接死掉的 只是会受到一些惩罚罢了 哦 是这样吗 这么一说 你的想法确实合理了很多 而且有着乌鸦人的回答话语 作为佐证 几乎可以确定 但应该就是 没错 答案就是以现在的排水速度 和注水速度 无论多久 这间房间都无法被灌满 这间房间的范围 实际上包含了乌鸦人口中的 无尽虚空 并不是这容积 只有162平方米的房子 真的吗 酒水 你不是在骗我们吧 我骗你做什么 这可是合作类型的游戏啊 我不知道啊 但是假如 我是说假如啊 你就是丧心病狂 小肚鸡肠 对我怀恨在心 希望通过故意说出错误的答案 来折磨我呢 你想象力还挺丰富 我要是折磨你 犯得着这么费力不讨好吗 我对着你腿框框来两枪 不比什么惩罚都好使吗 哎呀 酒水哥 我就是随便质疑一下 确实是开玩笑的成分居多 其实您的答案 我基本上是幸福的 就是刚才白忙活了一通 难免有点不甘心嘛 就按您的答案来吧 那么 我们的答案是无论多久 这个房间都不会被水关买 你们认同这个答案吗 嘎嘎 答案正确 恭喜你们获得了奖励 我将排除一扇错误选项门 嘎嘎 下面还有第二个奖励 这是哪门子奖励啊 这不是惩罚吗 嘎 这个题确是惩罚 虽然你们答对了第一道问题 所以我要给你们奖励 但是你们答题时间太慢了 所以我也会给予惩罚 有了这个限制 你们接下来答题应该会快一些吧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事先也没说答题还要快啊 要不我用能力 让他把这些出水口关上吧 至少让他把头顶的那最大的关了 不必 我觉得不用把你的能力用在这里 这才是第一个房间 至少也是我们被第一个房间的第二 第三问难住了 实在一时间想不出答案了 你在使用你的能力 为我们争取时间比较好 哎呀 你们应该没有人不会游泳吧 你既然不喜欢浪费时间 那就说出你的第二个问题吧 嘎嘎 那么接下来是第二个奖励问题 现在水流加大的情况下 你们已经知道了 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 所以 假设 我接下来要分配给你们五个人三个任务 这三个任务 分别是破解保险箱密码 找到挂锁钥匙和转动开关 关闭黑色火板门 嘎嘎 插步一下 这些都只是假设的任务 你们不需要去做 所以 火板门也不可能真的关闭 假设破解保险箱密码 需要十分钟 找到挂锁钥匙 需要十二分钟 而转动开关关闭黑色火板门 需要十五分钟 破解保险箱密码 需要一个人完成 找到挂锁钥匙 需要三个人完成 转动开关 则是需要两个人完成 那么 你们能否在火板门被关闭的时候 保证没有人被淹死呢 怎么又是一道小学数学题 酒水 这次的题 是不是本质上也是一道文字陷阱题 我暂时不清楚 不过结合上一题的经验来看 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但是 我们也不能就认为 它一定是文字陷阱类型的题目 毕竟 这个游戏出题 很有可能会故意反其道而行之 利用我们的惯性思维 让我们认为 这道题也有文字陷阱 但其实 这会真是普通小学数学题了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 那我们暂时 先把这个问题 当做普通的小学数学题来解 在解的过程中 若是发现了 存在文字陷阱的可能性 再往那方面去考虑 也不迟 我们现在有五个人 但是这些任务需要的总人数 却是六个 考核官 这个人数是必须严格符合的吗 有没有可能多一人 少一人也能做 只不过会影响到完成时间 嘎嘎 每个任务的完成人数 必须不多不少 原来是这样 我还以为陷阱就藏在这里呢 那这个问题 如果严格按照数学题来解的话 最快需要25分钟 25分钟吗 这个时间 好像我们中会死人的可能性比较大呀 所以答案 一定会有人死掉 不对 这是按照数学题的算法得出的结论 我们还没考虑文字陷阱的可能性 不知道你们刚才注意到了没有 刚才这乌鸦人问出的问题 是你们能否在火板门被关闭的时候 保证没有人被淹死呢 他并没有告知我们 是要完成三个全部任务 换句话说 我们如果先行去完成 时间最长的关闭开关的任务 那么15分钟后 火板门就会被关上 注水就会被停止 如果那种情况下算上闭气时间 我们很可能不会死人 说的有道理 这好像就是文字陷阱所在 我觉得好像哪里不对 但我说不上来 不管对不对 至少不忘的分析 听起来有道理 要不我们就按这个作答吧 反正回答的时间太慢 也会有惩罚 不对 不忘分析出来的这一切 才是最大的陷阱 这个问题的陷阱 并不在它的字面上 而在墙上 无论是25分钟 还是15分钟的时间 还是有点太暧昧了 这都是死人有可能 不死人也有可能的范畴 所以答案不可能是 这么不确定的时间 而且我很好奇 为什么你一定要用 假设的任务形式 而不是真的出现任务 让我们做 毕竟这游戏 就叫致命问答吗 不 不止如此 墙上的保险箱 应该就第一个任务的示意图吧 那么 后面两个任务的示意图呢 嘎嘎 又被你找到关键了 估计还是确认一下吧 考核官阁下 这三个任务 必须要完成一个 才能完成下一个的 对吧 嘎嘎 是的 保险箱里放着细铁石和细线 钥匙则是可以打开开关上的锁 所以 想要关闭上方火板门的时间 是10加12加15 足足37分钟 这个时间 别说会不会死人了 估计我们中 可能都不会有人活下来 所以 我的答案是 我们无法保证无人死去 我们都赞同他的答案 嘎嘎 那么恭喜你们 答对了第二道讲证问题 本次的讲必是 在接下来第一个房间的决策问题里 我将会在你们第一次做到后 打开这个房间里 你们没有选择的一扇门 并且给你们一次更改选项的机会 嘎嘎 那么恭喜你们 来到了第一个房间的决策问题 嘎嘎 如你们所见 在这个房间有着不同颜色的门 只有一扇门通往下一个房间 嘎嘎 其余的门 你们已经提前知道了 是通往无尽的虚空 坠入其中 只有死路一条 嘎 你们所有人的答案 依然要保持一致 必须选同一扇门 我才会带你们进入其中 所以 请大家接下来 做出抉择吧 说出你们想要选择的门的颜色 这是蒙题 霍尔贝论 也叫做三门问题 你竟然知道这个 这又不是什么很高深和前沿的理论 我知道不是很正常吗 虽然偷了你的自行车 恕我不对 但是你也不能质疑我的知识呀 什么是三门问题 那就酒水你来解释吧 这个问题 原自一档抽奖电视节目 和我们的状况完全一样 简单来说 就是一个人要从三扇门中 选择一扇门 其中只有一扇有奖品 为正确的门 另外两扇都是错误的门 当那人选择了一扇之后 门不会立刻开启 主持人会开启另一扇错误的门 然后询问他是否要更换门 这个问题的争论点就在于 换门是否会提升 选到正确门的概率 我直接说结论吧 答案是会 如果不换门 中奖概率是三分之一 但是换了概率是三分之二 对的 这是一个概率论问题 数学界早有定论 你们想知道原因 我和酒水 可以在下一个房间安全之后 给你们解释 现在就这么操作就对了 好吧 那我信你们一回 现在先随便选一扇对吗 那我们选红色 嘎嘎 第一次选红色是吗 很好 现在我开始进行提示了 救命啊 谢谢 谢谢 酒水 您真是大人有大量 虽然刚才动不动拿枪吓唬我 但是最后 还得是您救我一条狗命啊 好了 可以放手了 不行 再说那边的一队都没松手呢 你也知道人家是一队啊 咱俩又不认识 那我和你成一队也不是不行 酒水哥 我喜欢你 滚蛋 年轻正好啊 但是 虽然水未下去了 我们还是赶紧换门吧 现在剩下的 就是那扇蓝色的门了 是吗 等一下 先不着急做选择 有什么问题吗 酒水 难道这个三文问题有错吗 不会有错的 这是数学界 已经盖棺定论的事情 不 这个和三文问题本身的结论无关 我只是在想 即使按照三文问题来思考 你说变换选项之后 选到正确的门的概率 会变成三分之二十吧 也就是说 我们还有三分之一的概率 会死 是的 我就是在思考这个 再怎么说 三分之一的概率还是太高了 死亡游戏里 就是有运气成分的 我经历的八个副本里 甚至有个副本里 还要所有玩家玩俄罗斯伦盘赌 这毕竟是死亡游戏啊 没错 老实说 能有三分之二的生还概率 都已经不错了 但是 这不像是这个知名问答游戏的风格 前两个问题是讲成问题 而这个问题是抉择问题 有差别不是很正常的吗 是啊 我觉得还是尽早决断吧 有时候 想要赢下游戏 就是需要一点勇气 别急着做决定 我看你 就是不想被水淋到了吧 哎呀 被你发现了 这种生死攸关的事情 不要干扰别人的思考 水流 我明白了 这根本不是三分问题 因为其实跟我们可选择的门 刚才在你开启黄色的门前 是四扇 现在还是三扇 对吗 嘎嘎 是的 现在依旧是三选一 什么意思 难道说第一关的奖励是假的吗 那扇消失的绿门还能选择吗 不 奖励都是真的 而且两个奖励提示都是真的 自始至终 这个家伙说的就是要从门里选择 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 一定是这四扇门中的一个 而如果我们没有第一个问题的正确回答 恐怕这火板门并不会打开 我们也就根本无从知晓到 头顶还有一扇火板门 这个抉择问题和前两个讲成问题一样 是存在陷阱的 而且是结合了前两个问题的陷阱 而且他刚才说了 如果我们选择了门 他会带我们进入门中 为什么要用这么奇怪的说字呢 他在民面里会埋下陷阱的行为 某种意义上已经证明了 他说的每一句话 可能都是设计好的 所以 这也是一个隐藏的提示 在这个游戏里 不需要概率这种东西 想用概率学中的三门问题 本身也是一种数学的解法 而这个游戏 至少这个房间里所有的问题的基调 都是用数学来掩盖陷阱 但 只是这样还不够吧 万一这黑色的门也是陷阱呢 那这才是需要运气的部分了 游戏副本的设计者 应该不会让这个副本变得如此无聊 设下那些没有意义的陷阱 对吧 嘎嘎 果然 我很欣赏你 说出你的选择吧 你想要选择哪个颜色的门 我选择头顶的黑色门 我也选择黑色的门 我们选黑色门 真是太厉害了 酒水哥 这个房间的三个问题 多亏了你才能全部解答出来 那我也选择黑色的门 好的 那角色已经做出 我将带你们进入黑色的门 这地方这么黑 难会乌鸦人的 我们自己摸索嘛 嘎嘎 欢迎各位来到第二个房间 本房间依然是有两个讲成问题 和一个抉择问题 嘎嘎 在本房间内 向我提问 会被向特定的生物提问所取代 并且提问将会有次数限制 所以 祝你们好运 嘎嘎 在这三座桥之中 只有一座能让你们安全到的对面 其中另外两座 都会在你们走到中段的时候 突然崩塌 让你们摔进无尽虚空 嘎嘎 而在你们面前 则是有着两个伟大神明画作的乌鸦分身 一只乌鸦代表着真实 一只乌鸦代表着虚妄 嘎嘎 真实只会说真话 虚妄只会说假话 且他们两个都只会回答是否问题 你们有两次向他们提问的机会 来决定你们最终规划好的路线 这个我听过类似的 只需要问其中一只乌鸦 如果我说这座桥是安全的 那另一只乌鸦会怎么回答 就可以得到答案了 如果我们问到了真实乌鸦 而桥恰好是安全的 它自然就会回答不是 因为那是说谎的乌鸦 会进行的回答 同理 而桥不是安全的 它则是回答是 所以我们不管问到哪一只 结果都是一样的 你竟然能想到这一节 以前看杂志看到的罢了 因为是三座桥 所以两个问题刚刚好 不对 这个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乌鸦 请问如果我问另一只乌鸦 最左边的桥是不是安全的 另一只乌鸦会回答是 还是否 为什么不回答呢 难道那乌鸦人骗我吗 还是说他假壳了 因为这不是是否问题 你要规范自己的问法 如果我问另一只乌鸦 最左边的桥是否安全 它会给肯定的答案吗 原来是这样 嗨嗨 我疏忽了 不好意思 如果我问另一只乌鸦 最左边的桥是否安全 它会给肯定的答案吗 咕 咕 咕 是什么鬼啊 咕就是它的回答嘛 毕竟那乌鸦人 从头到尾没说 这俩玩意儿会回答是 和否 它们毕竟是乌鸦呀 那你说怎么办 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 还剩下一个问题的情况下 可以交给酒水了 酒水哥应该一开始就知道 这两个乌鸦 不太会说人话 你是怎么知道 我猜出来了 因为你刚才规范八号的问法的时候 你最后说的是 会不会给出肯定答复 加上酒水哥你很聪明 所以我断定 连我都隐隐猜到的事情 你不可能猜不到 而且 我相信你 应该想到破局的方法了 是吧 酒水哥 不然 你刚才也不可能放任八号 去问这个问题 破局倒是称不上 但是通关的办法确实有 别因为它的话语乱了阵脚 虽然我们只有两个问题 但是别忘了 这里有三座桥 在一只只有一座桥安全的情况下 不管对于乌鸦来说 咕的意思是什么 只要你问同一只乌鸦 它的三个问题答案 必然是两个相同 一个不同的 换句话说 接下来我们再随便选择一座桥提问 看看它的答案是什么就可以了 如果两个答案一样 那么剩下那座桥 自然就是安全的 竟然还能这样 要是它的答案 和之前的那个不一样呢 那我也有办法 总是先问了再说吧 如果我问另一只乌鸦 最右边的桥是否安全 它会给肯定的答案吗 真是遗憾啊 是不一样的 如果两个不一样 那说明这两座桥里 一定有做是正确的 没错 5050的概率咯 50的概率吗 这不是比上一轮 三分之二的概率还要低吗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 这道问题也存在陷阱 不 很遗憾 我想这次的问题并没有陷阱 而是真的要我们 从两个中选出一个了 这个房间的主题 和上一个房间并不相同 所以 现在是真的到了 碰运气的时候了吗 并非如此 你们还是没有注意到 第二个房间 和第一个房间本质的不同 这倒也是 那乌鸦人玩的小花招 但是不足以称之为陷阱 第一个房间之内 我们所有人都要向他 直接回答他提出的问题 但到了这个房间 我们需要的是用行动来回答 因此 我们不再需要同一答案 同时作答了 我明白了 所以这关闭起陷阱 更像是 让我们选出人牺牲是吗 是的 虽然接下来确实要碰运气 不过要碰运气的 只有一人 只需要有一个人 走上其中一条 我们就会清楚 接下来 那 谁要去做那个碰运气的人呢 这种事情公平起见 还是抽签决定吧 抽个锤子签 我把枪拿出来 就是想提醒你们一件事 由我来决定 谁当这个倒霉蛋 好了 好了 亲爱的切赞小姐 赶紧发挥下你的作用啊 为什么是我呢 这个情况下 总得有人去干 首先我不能干 我就只能从剩下的四个人里选了 而其他人里 你的通关副本数最少 工匠大数的最多 剩下两个人还是绑定的 虽然我都有信心 正面战斗 没认识我这个持枪士兵的对手 但是啊 以防万一 还是从你这个最软的软柿子 开始吧 更何况 你还真的得罪过我 不是吗 喂 你们就这样 看着他胡作非为 那万一 下一次就轮到你们了呢 不忘 你不是还有一半的概率 不会死吗 为了公平起见 你自己选一个桥吧 这样也算把命运 握在自己手中了 我选左边那个 我要是真死了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说起来 你们谁有绳子类的道具吗 我有 而且还是安全绳 好 思悦你去把安全绳 给他拴上 你个混蛋 去吧 看着不忘消失的背影 刚才那种情况下 必须要有人出来当恶人 你选那个小姑娘 只是因为 她体重最轻吧 还特意用绳子拴住她 你这样本身 也是在承受不小的风险了 不 我没有那么高尚 如果没有绳子 如果不忘 哪怕选对了吊桥 在另一边怀恨在心一言不发 或者干脆在中间惨叫一声 装作掉下去了 误导我们怎么办 毕竟 我们可不知道 这吊桥如果崩塌 是不是全部崩塌 在这边能不能看出端倪 而且 就算不忘主观上 没有害我们的打算 万一这条桥对岸 有什么隔音措施呢 这桥没问题 就是这座 很快 几人就安全到了桥的对面 依然一片漆黑 但是能见读略微提升了些许 这关如果最后 还是需要有人探路 可别找我了 嘎嘎 恭喜你们通过的 第一个讲成问题 由于无人死亡 所以你们本轮的提问次数 是五次 果然 接下来能尽可能减少死亡 还是要减少的 嘎嘎 这一轮的五座桥中 依然只有一座 能让你们安全到达对面 其中另外四座 都会在你们走到中断的时候 突然灯塌 让你们摔进无尽虚空 嘎嘎 这次在你们面前 是三个伟大神明画作的乌鸦分身 除了真实和希望 还有代表变化的乌鸦 怕可能说真话 也可能说假话 酒水 这次该怎么办 我们每人都有一个问题 应该怎么做 这里面竟然还有个 可能说真话 也可能说假话的 这也太难了吧 但是问题数量有五个 五个问题吗 那可能都不需要 有人用命叛路了 这么快 当然了 毕竟这次有五次机会 铁书 第一个问题 如果我问你左边的乌鸦 是否为代表变化的化身 你会回答咕吗 很好 看来咕和嘎 的确可能是通用的 通过刚才的第一个讲床问题 可以确认 咕在乌鸦的嘴里 代表着肯定 下面一个问题 四月 你去问最右边的乌鸦 如果我询问你 你是否是代表虚妄的乌鸦化身 你的回答会是咕吗 很好 接下来就简单了 8号 你去问它 最左边的三座桥之中 有没有安全的桥 千万按照我说的 一个字不要差 酒水 怎么到我这 还要额外叮嘱一下呢 当然是因为 你看起来最不靠谱了 好吧 可以了 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 乌鸦 这座吊桥是安全的吗 可以了 这只乌鸦代表真实 而嘎代表否定 这就意味着 右边数第二座吊桥 是安全的 不需要你问 最后一个问题了 酒水 你还挺聪明的 不过 如果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之间 孤和嘎的意思反转了呢 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吧 如果万一呢 这可是会死人的游戏 哎呀 你这不是还有一个问题吗 你用个问题 确认意思变没变 不就行了吗 但如果变了呢 如果变了 我就去一下 左边两条路中的一条 不就完事了 这可是你说的呀 乌鸦 左边数第三和第四座吊桥中 有一座吊桥是安全的吗 我去 吓死我了 右边第二根吊桥 确实是安全的 则 怪可惜的 可惜什么吗 比我二选一你 很开心嘛 这次 可是你自己做的 谁让你先自以为是的呢 听不懂啊 算了 就这样吧 很快五个人又安全地到达了对面 嘎 这次的两座桥都能冲往下一个房间 只不过一个能承载三人 一个能承载两人 所有人必须同时踏上两座桥 否则两座桥都会坍塌 你只有一次向我提问的机会 我不会回答能揭示哪座桥 能承载几人的问题 这乌鸦人说他不会回答 揭示哪座桥能承载几人的问题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想一种间接的问法 比如我们三个人走左边那座桥 能不能通关之类的 嘎嘎 这种问题我也不会回答的 我倒是想到了 关于这个游戏的一种解法 我打算问一下 如果两边的吊桥走上的人数都是两人 剩下一个人已经死掉了 那吊桥是否还是会坍塌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 我会随机崩掉一个 这样四个人都能活 鬼才信 你会随机啊 你百分之百是要崩掉我呀 哎呀 被你识破了 要不我先崩了再问吧 说实话 我觉得其实一边走两个 肯定不会他的 别动不动掏枪啊 万一呢 别堵这种可能性啊 而且 而且 这个抉择问题很可能有陷阱 是吗 陷阱在哪呢 那个 你看 乌鸦人最开始不是说过了吗 在这个房间里 向他提问 会被向特定的生物提问所取代 所以 那里的乌鸦人 很可能不是作为考核官的乌鸦人 对吧 有道理 但那又如何呢 刚才 他先是以乌鸦的形态出现的 这时候也意味着 他其实是某个化身呢 而已知出现的三个化身 除却代表真实的 另外两只乌鸦 都是会说谎的 如果这家伙是变化 或者虚妄之中的一只 那他说的关于两座桥的问题 可能都不用相信 好像确实有道理啊 是很有道理 因为不忘说的是对的 这是我在第一个副本拿到的测谎仪 刚才低的响声 就是他发出来的 这代表乌鸦人说的第一句话 就是假的 他的第一句话 是两座桥都能通往下一个房间 是他整段话的大前提 这说明 后续他所有的话都是错误的 所以 我们完全不用管这个乌鸦人说了什么 他纯粹就是来误导我们的 有这种好玩意儿 你不早拿出来啊 而且你知道他在撒谎 刚才不是唇吓唬我吗 我想试试你 到底有多聪明而已 怎么 允许你捉弄我 就不允许我捉弄你 好了 那既然他的话是误导 是不是证明 这两座桥里面 只有一座能通往下一个房间 两条桥的抉择 众人又陷入了困境之中 我们不问哪座桥能承载多少人 只问他 哪座桥能通往下一个房间不就好了 如果前面只有真实和虚妄两种化身 哪怕他说的都是假话也无所谓 这样只需要反着听就好了 但前面有变化这种化身 那就意味着他 在可能是变化的化身的前提下 问他任何问题都没有意义 啊 还能这样 那怎么办 难不成又是二选一 什么意思 你什么意思 你没枪你 也想让我打头阵势吧 信不信老娘一刀嘎了你 学生仔 打不过酒水 我还打不过你 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我一切听酒水大哥的安排 你什么意思 你还怕我真拿刀嘎他 你不会真打算 让我随机选一条吧 不 因为两条都能通往下一个房间 如果是谎话 那事实有可能是 通往下一个房间 再结合眼前这个每一句话 都不能信的乌鸦人 应该也确实是某种提示 喂 我的刀 蜡烛摆的很像是那么回事吗 从我们这个角度 完全看不到后面还有路啊 不过很可惜 丢个东西就能听出来了 嘎嘎 那么你最后的选择是 当然是你走的这条路了 那么恭喜你们 答对了第二个房间的决策问题 几人过桥后 来到了第三个房间 嘎 欢迎各位来到最后一个房间 嘎 本房间之内 只有一个决策问题 并没有讲诚问题 嘎嘎 只要答对接下来的问题 你们就可以选择离开这个副本了 嘎嘎 不过我要提醒你们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通过抉择 嘎嘎 请各位找出我话语之中的谎言 每个人都必须找出一个 并且解释为何你能知道那是谎言 否则就将接受惩罚 下面我将进行五条陈述 一 你们所有人都是诚实的 没有人在自己的称呼上做手脚 二 你们所有人都是相互信赖的 没有人隐藏自己通关的副本数量 三 你们所有人都非常率直 和为他人着想 没有任何人谎报了自己的职业 四 你们之间彼此认识的两人之间 没有人背叛过对方 五 你们之间 没有任何人对其中任何一人产生过 如果对方死掉就好了的想法 真是有趣啊 简直都算是恶趣味了 嘿嘿 我觉得 第一五句话肯定是谎言 请给出你的理由 这个嘛 一开始这个副本 这位士兵就想杀了这个窃贼 中间好几次 他也动了杀心 呵呵 理由不充分 请给你一定有把握是谎言的那一句 好吧 第一句话是谎言 我谎报了自己的论坛ID 我以前的论坛ID是天宫 而我现在并没有论坛账号 加入了掠夺者的天宫 我在这个月论坛的新晋悬赏看到过你 你因为在现实里杀了五名其他玩家 正在被秩序通缉 所以说 就是因为这样 我才会瞒报啊 我虽然加入了掠夺者 但是合作解谜类的游戏里 我也不会滥杀无辜的 如果你们最开始就是这个态度对我 这个游戏很难进行啊 我倒是很欣赏你 酒水 老实说 你淡定的超乎我想象了 就是没把你当什么好人罢了 这个游戏里活过了十个副本的家伙 是老好人 概率很小 哈哈 我很欣赏你啊 你的职业还是士兵 又拿到了手枪那么强的道具 真是十分适合加入掠夺者的好苗子啊 容我拒绝 我还想再上两天论坛呢 没关系 改变了主意的话 随时可以联系我 嘎嘎 你已经可以离开副本了 哦 我现在就可以走了吗 嘎嘎 当然 用这把钥匙打开镜头的门 你就可以离开了 也好 省得我在这 你害怕什么 我是个带着枪的士兵 就算他被通缉了 还能当着我的面 把你们都杀了 九水哥 就算你的职业和道具很强 但是 那个天宫可是已经升阶的玩家 而且是十个副本就完成了升阶 被掠夺者邀请加入的高手 打起来你可能很难占到便宜 升阶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是啊 悬赏他的信用点 高达八千点呢 八千点 那不就是八十万吗 你平时到底看不看论坛啊 天宫可是最近热度最高的悬赏贴了 我说了 我刚过第一个副本 所以还没研究明白呢 啊 你还真是刚过第一个副本啊 我都打算拿你来质疑第二条陈述是谎言了 你不信我的话可以试试 倒也没那个必要 不过 这边的两位可要抓紧时间哦 不然我可要抢走你们确定的谎言了 乌鸦人刚才都说了 可不一定说所有人都能通过的 这五句陈述里 说不定有混着真话呢 我选四 有趣 请陈述理由吧 这位男生要快一点 所以是你来陈述 你说吧 你到底有什么地方背叛了我 我 阿瑶 对不起 去年期末周我跟你说 我在图书馆通宵复习的那天 其实 我去见了我的前女友 其实这件事 我早就有些猜测了 只是没想到 你那天真的已经到了背叛我的地步 对不起 阿瑶 你不用假惺惺的道歉 你没有对不起我 你只是对不起你自己 不对 你好像也确实对不起 我帮你做过的期末作业什么的 先不算了 光是在这死亡游戏里 我已经遭过你多少次了 即使是和我同生共死过 都比不过那个女人吗 就因为她长得漂亮 玩的话 你也不怕得病 你不要诬蔑她 而且 那都是一年前的事情了 只有一年前那一次吗 你好好想想吧 不要把自己都骗过去了 你早就知道 在这个副本之前 都只是猜测 不 也是一厢情愿的睁一只眼罢了 刚才你竟然还维护她 好 很好 那又怎么样 她本来也没做错什么 再说了 我会进到这个破游戏里来 还不是因为你那天 非要出去旅行 这条命 你本来就是欠我的 好好好 原来你是这么想的 是要怎么样 你就是个控制欲极强 又缺爱的精神病 和你在一起 我从来没有感到过轻松 你只会一遍又一遍地贬低我 辱骂我 救了我又怎么样 我本来也没有求你去救 你还不是一样 刚才你也想回答第四条 你其实也背叛了我吧 不 我没有背叛你 我选第四条 其实也是想到了 去年图书馆那件事 以及上周你说句网吧 上个月你说高中同学聚会 不过比起通关游戏 其实我更希望 印证那些事情的真假